哈喽大家好,我是阿威木子 北京今天35度高温 三中全会正在进行中 大家可能都听过三中全会 但却不了解为什么这个会议这么重要 这是三中全会的全民事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每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会选出中央委员会 在五年的任期里面 会召开大约五到七次的全体会议 第一和第二次会议主要涉及人事安排 一中全会会产生党的领导人 二中全会会选举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的建议名单 第三次会议会讨论国家大政风筝 1978年的三中全会就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 这次三中全会的决议明天就知道了 之后的几次全体会议 会根据这次三中全会的精神做出部署 便筹备下一次的党代会